你好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2号花莲县议会县政总质询 周俊佑议员是针对了观光、民政、原民教育等议题面向进行质询 并聚焦在部落聚会所的兴建 而其中纳豆兰部落聚会所将以县府预算执行 不过周俊佑议员表示 县府在邀请该区的民意代表讨论会议的时候 不应该刻意排挤特定的民意代表 花莲县议会县政总质询 县议员周俊佑盘点县内观光景点 具有室内空间的地点 希望县府观流处能够将资讯更具体化 提供给旅行业者作为观光景点的安排 并且他也对于花莲县目前争取 新建部落聚会所的议题 以及经费的来源进行质询 并强调 那豆兰部落聚会所的新建会议 在县府举行讨论时 会受邀表示不平 当时这个集团相公所跟部落的领袖 还有加上郑立委的部分 那么是这个相公所主动来拜会的 希望能够争取预算 所以所有的参与的人员 都是由相公所来邀请 那我们就是安排场地 然后临时通知这个郑天才立委到场 对 就通知郑天才立委 还是有米其安民意代表 都有通知吧 我们县政府没有通知 对 会长哦 我不管是你们是刻意安排 还是各位刻意排挤 因为本席只想了解一件事情 因为本席是纳多兰部落的族人 也是现金的民意代表 但是县府因为考量我们的部落聚会所 能够及早新建 所以说他们愿意提拨我们的现预算来做处理 但是这个会议当中 我们县政府只有邀请我们辖区内的 两位原住民的议员 把我排挤在外 我不知道是刻意排挤 还是因为政治的考量 因为本席是属于 我们是属于纳多兰部落的族人 所以说相关族人的义务 跟未来的发展 我非常的希望就了解 所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 我竟然没有办法去一同参与 一同去讨论 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我希望县府后 不管是失误 还是他自己的考量 我希望未来 不管在我们的辖区内的 任何的原住民相关的议题 我希望不要分你我他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部落 为我们的花莲一起做一份心理 他也对于县府新务稿指出 东苍公墓取决经费 110年获得花东基金提案补助 新台币1350万元 作为签帐补偿相关行政费用 而经费的争取过程 不应该抹灭前人的努力 你欢迎县政府 你说你协助我们吉安乡 争取我们的东苍公墓签帐 沸沸扬扬一个新闻稿提出来 这笔经费并非由县府协助 县政府不是闭着眼睛睡个觉 钱就从天上掉下来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花东基金 23期的花东基金 已经相关的业务经费都已经饱和 所以说我们只好向我们的 那个行政院都服务 争取到中央的一个花东基金 属于地方型申请的情况 可是因为地方型申请的一个计划书 不需县府的一个管辖范围内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新闻稿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由花联县政府协助争取 所以说这样子会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平静我们努力 争取的一些老百姓 你想跟中央去争取其预算 是非常的困难 你需要经过非常大的沟通去协助 他有经费这个预算 所以今天县政府用这个短短的一个新闻稿 就收割这些经费的一个争取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 周俊玉也对于体育奖金发放资格有所之一 并且认为花联体中在奖助学金 134位学生在每年度都编列了 300万元的奖助学金 比例分配上是非常优渥 也希望基地奖金能够实质的鼓励到 户籍设在花联的学生 体育奖金以及我们的那个扇时 或者是加线金的一个补助奖金的部分 它里面的第四 最后一条是有针对于我们的棒球 还有我们的蜻蜓 然后我们的篮球的一个部分 是希望是要涉及在我们花联的子弟兵 才能领取的一个费用 但是据我所知 跟底下这些体中的人员报导出来 就是说有些的非户籍在我们花联的都有取得起经费 所以说我希望说 花联县政府教育处能够尽速的去了解关心 如果说有任何错误的地方能够加速去弥补 不要让我们的一些学子觉得他们权益会受到损失 希望说做错事的一些学生学员 如果说真的发生任何的事情被记得过 我希望说他努力的去争取更好的成绩 或更好的表现 能够功过相抵 记者凌杰欢迎是采访报道